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求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男族 那我们知道中国男族已经是进行了非常大的改革 主角的李铁从率位上下来 那李肖恒重新的走马上任 但是对于中国男族来说目前动荡依然存在 我们知道在此前的话 高拉特已经是举家返回巴西 那么他入籍这个事情也是竹篮达蓄一场空 而随着高拉特回国的话 可能有其他的规划群员也会按捺不住 比如说近期有媒体爆出 埃克森也打算终止于恒大队的合同前往巴西 有可能也是就此不再返回中国了 因为恒大的欠薪已经实际上超过了六个月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按照国际租赖的规定 那么球员可以自行去寻找下家 那么接手他们的球队 也不必再支付给前东家任何的转回费 同时前东家还有赔付违约金 加索拖欠的工资等一大笔的费用 所以说高拉特现在的去留 已经完全取决于自己 那么埃克森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相对于高拉特的离开 埃克森的离开可能对于中国队的影响来说更大 毕竟他一直都是离铁这支国家队当中的绝对主力 所以说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他跟国脚的配合也好 包括对于目前的技战术来说也是比较熟悉的 那在这种层面下的话 高拉特的埃克森的离开 显然影响是非常大的 同时埃克森也是目前中国队所参加12强赛 11赛的队员里边身价最高的局 他在得转的最新身价高达400万欧元 而排名第二的无垒只有他身价的一半多一点 220万欧元 那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的话 埃克森也可以说是中国男足目前的第一巨星了 那就像咱们前面说的 埃克森其实是比较熟悉这支中国队的 也跟这支中国队员磨合的相对比较不错 那他的离开相信对于李肖鹏来说 未来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当然很多人会说 现在中国男足出现已经是不太可能了 那么这些规划权离开好像也无所谓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 接下来的四场市役赛依然非常的关键 起码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第一个就是象征性的意义 因为国足在前面的几场比赛 踢的确实比较差 再加上离铁这么一搞 可以说大家对于国足的口碑 现在又是跌到了谷底 那接下来的四场比赛 如果说能够打好的话 起码能够换回国人对于足球的一点信心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知道 提升国足目前的世界排名 尤其是在亚洲方面的排名 长期维持在前八的话 对于我们冲击下一届世界杯 是非常有现实性的意义的 因为下一届世界杯的话 将很有可能会增加整个参赛球队的席位 那么亚洲的话很有可能会分到8.5个名额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能够保持住前八 维持住眼下的赛制的情况下的话 我们很有可能在抽签的时候 能够避开像沙特伊朗 日本韩国这样的顶级强队 从而借助世界杯扩军的这股东风重返世界杯 所以说接下来的四场比赛 对于中国队来说依然非常重要 而我们也能够看到 规划球员的能力是远远高于我们的本土球员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李孝鹏能够使用好规划球员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更好的 那同时的话 我们说中国队目前 由于更换主教练是临时性的 而且现在李孝鹏上任之后 也没有多少时间让他训练 因为接下来的中超比赛还要进行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李孝鹏很有可能会在原有的 离铁的战术体系下 小修小补 慢慢的把自己的战术体系融进去 也就是说头一两场比赛 应该还会看到离铁战术的影子 所以说埃克森是绝对主力 而吴里的话又是绝对核心 但是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吴里虽然在西班牙人队的状态不好 但是在中国国家队的表现还算是可以 这就是因为 有埃克森这个比较好的搭档 吴里在中超拿到金屑的那个赛季 也是因为上岗当时把埃克森给引进过来 那有埃克森这个脚屎棍在前面 吴里这种机会主义者 这种不擅长利用自己的能力 创造机会的射手 往往会有更好的发挥的余地 那如果埃克森离开之后 那么谁能够充当吴里的桥头堡呢 那对于中国对未来的一个战绩影响 依然是非常大的 而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其实说到底也是 李铁和陈旋员两个人一手倒的 对吧 当初这个李铁要中超联赛彻底的断档 然后给他足够的时间去训练队伍 这导致了中超联赛 各个赞助商投资的热情逐渐削减 甚至有些赞助商 是直接是出现了资金断裂的问题 而陈旋员竟然也同立了 李铁这种无脑的要求 所以说这两个人联合出了这样一个昏招 彻底的是把这个新商人的李铁鹏给坑了 那他接下来将会接手 接手的不仅仅是一个没有出现希望的球队 甚至是连一个一场赢球希望都没有的球队 接手的不仅仅是一场赢球